欢迎再次观看《9009》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4月14日 将期消息显示 在今日湖州一车街头高速闯红灯 撞向对向车道正在等红灯的三辆车 现场有十多人受伤 并附上了相关现场视频 由于平台限制画面经过编辑 当地一位民众反馈提到 据说肇事车辆是奇瑞艾蕊泽 八倍状第一车辆是奥迪Q3 第二车辆是大众图观新能源 第三车辆是比亚迪海鸥 仍估计够呛 肇事车司机已第一辆司机估计最危险 当会提到时速140至180 造势车辆司机当场死亡 被撞第一辆车车主死亡 当地第三位民众反馈就在我学校附近上部大改 这个点下大雨了 还打了几声很响的雷 不知道司机是不是因为雷 犯新造病还是怎么了 最近两年天灾人分多 10点14分左右 54分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当地第四位民众反馈提到 凤凰城路口车祸频发 今天才发生了一起超严重 当地第五位民众反馈提到 下班的时候路过看见了 貌似旁边还躺了个人 当地警方有关此次通报提到 2024年4月14日10时54分 湖州市临川区金潮大道 与千亿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 四车相中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公安部门迅速组织救治事业商业 目前造势司机黄某某男51岁已被控制 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些有关湖州凤凰城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凤凰城 地处湖州市干东大道 金潮大道 以轻盈丰路交汇的组成区 核心位置是湖州民衡之业 有些公司为湖州市人民打造的 唯一城市综合体精品城市CBD 是湖州未来商业的龙头 也是湖州市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划的 重点工程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